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啊 这本书的原文就叫Silly Billy Billy是谁 就是这个小男孩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念错咯 傻傻比利 安东尼布朗的说 超级可爱 傻傻比利 Silly Billy 比利是个容易担心的小男孩 每天晚上睡觉前 比利都会担心许多事情 他担心帽子 帽子怎么了 帽子喝醉酒 在空中开舞会 他担心 鞋子 鞋子没有腿 半夜去见鬼 他还担心 头上的乌云黑黑的 天天会倒霉 他担心 下雨不打雷 屋子淹大水 他担心 他还担心 大娘来了 别想睡 他咬着比利啊 满天飞 爸爸试着安慰他 小家伙 别担心 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只是你的想象而已 妈妈也来安慰他 亲爱的 别担心 我们不会让任何事情伤害你哦 但是比利爱担心的毛病 还是好不了 祝别人家 让他最烦恼 有一晚在外婆家过夜 比利怎么也睡不着 虽然这样有点傻 但是比利还是决定起床 去找外婆想办法 外婆对比利说 爱幻想的孩子啊 我小时候也跟你一样哦 没关系 我去拿一样东西给你 外婆走进房间 走出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些神秘的娃娃 外婆说 她们是烦恼 跟她们说 你有什么烦恼 把她们放在你的床的枕头的下面 这些娃娃 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 帮你担心所有的事情哦 果然 比利把烦恼全部都告诉娃娃 她睡得又香又甜 第二天早上 比利回到家 晚上她又把所有的烦恼又告诉了她的娃娃 这次她睡得跟猪一样 第三天晚上 第四个晚上 比利都睡得很好 但是到了第五个晚上 比利又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呢 她开始担心娃娃们 因为娃娃总是听她的坏心情 这样对她们好像不太公平 娃娃都皱眉头了 怎么办呢 聪明的比利想了一个办法 她待在餐桌旁边一整天 进行一项困难的工作 一开始她犯了非常多的错误 一遍又一遍的重来 最后做出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 太大了吗 哇 比利太聪明了 她给烦恼娃娃们 也准备了烦恼娃娃用的烦恼小娃娃 超多小娃娃的 这个烦恼娃娃如果有烦恼就跟她讲 这个烦恼娃娃如果有烦恼就跟她讲 这个烦恼娃娃又有一个烦恼娃娃 这个烦恼娃又有一个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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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好睡 包括比利和所有的烦恼娃娃们 从此以后比利再也不担心了 当然比利的朋友们也不用再担心了 因为比利又帮大家做了更多的烦恼娃娃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本书 据说啊 这个是来自于南美洲的一个瓜地马拉的民间故事 非常的有趣 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很喜欢这样可爱的小书 下次再讲别的故事 拜拜